各位同仁請就座 我們開會 上午局區執政總執行 第一位由醫師坦大議員執行時間45分鐘 好 謝謝 謝謝主席 市長 局長 主委 大家早安 因為是45分鐘 時間非常的短 我要質詢的議題大概有11項 可以提起答覆的就可以向本席答覆 其他的要放在後段時間的關係 第一個 我們高雄市應該要積極的爭取 援助民族博物館 那麼南高遺族的發援地是我們台灣 遍布在太平洋印度洋 為了展現台灣歷史源頭的真相 原住民族博物館設在高雄是正確的 因為高雄沿海是我們南島旅主 千五千年前前移到太平洋印度洋各州的南島旅系的族群 所以我們高雄市政府 務必要積極努力爭取援助民族博物館設在高雄 當然位置很重要 那麼我們上次跟行政院園民會的爭選小組有溝通過 那麼位置不對 沒有辦法展現原住民族博物館活化的一個檢討 那麼我希望我們的市長 在中央要積極的爭取 我們希望園民會的主委要積極的規劃 那麼層級有市長來主導爭取這個研究民族博物館 這樣才會有機會 我們現在請我們的市長答覆 謝謝 市長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醫師坦大議員 我想高雄市是一個原住民族族群幾乎是最齊全最豐富 文化多元 族群多元 原住民族的博物館 我認為沒有什麼地方比高雄市更適合 因為其他的地區只有少數幾個族群 但是我們高雄不一樣 十六族的原住民都有 包括尤其是現在如果我們對西拉雅 平鋪組的這個部分也都非常尊重 高雄市有西拉雅也有不同的一個平鋪族群 所以我非常認同伊斯坦大議員的意見 那我想我跟園民會的主委 我們會一起攜手努力 那今天我們伊斯坦大議員也是總統府對於族群的這個部分非常重要的委員 也希望讓總統我也會有機會跟總統報告 高雄市是16組的原住民 幾乎都在高雄 不管是沿海高山 所以我們會努力來爭取 謝謝 謝謝 當然政府在八八風災期間之後等等 也投入了不少的所謂的產業計畫的預算 但是這段時間 產業計畫輔導的預算幾乎都是顧問公司 在透過他的計畫 那麼原先的產業提升了沒有 並沒有 所以不管是中央政府的產業計畫 很多都是我們廠商跟地方行政 就是輪委合銷 有沒有真正的提升我們原鄉的產業 並沒有 那麼我覺得原鄉的產業要提升 最重要的力道應該是在我們原住民族本身 我們原住民本身自己要努力 自己要成長自己要規劃 要有自立自長的產業計畫的方案 完全靠政府絕不是辦法 那麼也希望因為八八風災許多的產業計畫 是失敗的 我們要重新的檢討 也希望主委有機會在中央部會 參加任何原鄉產業計畫的會議 要點出這個大毛病 因為有許多是中央補助的產業計畫 但是他的細項計畫內容 不是我們原鄉需要的 那麼我也要鼓勵我們自己的主人 要自立自強 那麼自己的產業才會有機會 來成長轉型我們桃園區 目前呢有很多是這樣的案例 慢慢規劃錄影區 除了作用之外呢 也要有服務業 所以我希望我們的政府 對產業計畫的計畫項目 要做總檢討之外呢 原住民本身也要提升自己創業的想法 那麼我只是把這個議題 跟我們市政府呢 做一個檢討報告 然後我們市政府相關的產業計畫 也必須要考慮到 我們產業計畫的內容 是不是真的 對原鄉的產業有幫助 我們必須要深思的去檢討 第四個議題 我就任議員之後 我對原鄉的資源的建設 非常非常的在意 因為這是人民的納稅權 政府本來預算的目的就是為了人民的權利 尤其是原鄉 恢復區長選舉之後 有一些廠商 有一些廠商 壓寶 支出特定的候選人 當區長或當鄉長 所以原鄉的民主政治 跟資源建設 到底對地方原鄉的建設有沒有幫助 我就講一個例子 屏東縣八個鄉的鄉長 都是貪圖案 有幾個都被貪圖移送到法院 為什麼呢 民主選舉 選鄉長也好 區長也好 廠商出錢 所以當選之後呢 就淪為傀儡 這個是我們原鄉 對民主選舉 包括資源建設 無法落實的主要的原因 那麼我就舉兩個例子在桃園區 我們金發局 補助我們桃園區 改善部落用水 一個是拉乌蘭里 一個是復興里 那我們拉乌蘭里的 部落用水的 本來是一百萬 標道是八十幾萬 他是怎麼做的 竟然買了兩個 黑色樹化器的統治 要變成部落用水的 樹化器的銅 要讓我們的部落 喝這種有毒的部落用水 我再有幾個例子 寶山的二集團 有一個廁所改建 也是八十幾萬 也沒有分化紙 整個稍微用一些材質 八十幾萬 就這樣和下 這兩個案例 就代表我們原鄉資源建設 恢復到七場選舉之後 一個大毛病 那麼還好我們高雄市政府 對原鄉的建設 包括農物的建設等等 是看得到的績效 那麼圓民會的主委 將來包括圓港會 因為這個是我們統籌款 撥給原鄉七公所的 所以他們的工程品質 也應該要多注意 鄭峰處處長 有沒有鄭峰處處長 來答覆一下 他們雖然恢復了工法人 假設工程品質有問題 我們市政府的鄭峰處 有沒有辦法去查查或救證 鄭峰處長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那我想有關於原鄉這部分 主要任何工程 如果我想他有任何問題的話 我想我們都會去了解 好 請坐 下一個議題 我們的南岸公路 復健的期望 不是只有我們三個部落 也不只我們原鄉的人 都期待南橫公路 能夠早日通路通車 我們的國人 也都共同期待 南橫公路的復健 完成 希望早日 重返南橫公路 重返南橫公路 找回美麗的記憶 那麼 市長上一次 經過好幾次的 到原鄉關心建設案 那麼 從秦河的夜彎 到復興裡之間 幾乎四標案 都即將完成 那麼 在過 明年的一月之前 我相信啊 以目前施工的進度 又彎到復興之間的 板書亂橋 只要做好 就可以通到梅山 那麼不久的不久的將來 我們市政府的團隊 或者是我們市民朋友 進到桃園區 就可以避免 再經過 河床便道 當然 在施工的過程當中 是有許多的因素 稍微進度慢了一點 那麼 我是建議 中央 我們希望我們市政府單位 跟中央的交通部的公務區 有一個協調 在告安匯報的時候 能夠建議 中央交通部的公務區 今年的農曆年 就是明年的農曆年 除了 梅山 民稅到工程之外 應該要加強保全公司啊 應該可以開放小型的車 那麼時間啊 可以管制 早上八點 下午三點 就可以管制 但是 我們國人啊 期待 看看 南橫公路 找回美麗的記憶 是非常非常有強烈的期盼 那麼 交通局的局長 有沒有機會 參加 中央交通部公務區的 道路 道安匯報的機會 如果的話 你能不能 把本期的議員 代表國人的意見 代表言項的意見 轉達給中央交通部 交通局長請答覆 來 局長請答覆 謝謝副議長 謝謝伊斯蘭大議員 伊斯蘭大議員 一直持續關心 這個南橫公路的進度 我們在每一個月 市府的那個大案匯報裡面 公路總局的三公處 他們都有代表 我們也持續的去關心 這個工程裡面 有哪幾個重要的這個路徑 需要打通 那目前看起來 還有幾個比較大的工程 沒有辦法讓比較大型的車輛 能夠通行 不過剛才議員所提到的 是不是在春節期間 有一個特定的時段 開放給小車來通行 這個我們會再利用 道安匯報 再來要求一下他們的進度 然後如果必要的話 我們去做一個會看 當然希望 如果在安全無語的情況之下 在春節期間短時間 限制時段 而且有保全人員來做 做維護的話 我們願意往這個方向來努力 那剛才議員所提到的 我們會將這個意見 跟交通部來反應 好 謝謝區長 下一個質詢的議題 我們桃園區的建山里 的建國橋復建案 我擔任議員 我擔任議員一直到現在 不斷地對於 建山里建國橋的復建案 非常非常的重視 因為這個部落 開過部落會議 希望把過去的建國橋 希望把過去的建國橋 由中央的 言明會 來撥款協助復建 政黨輪替以前 政黨輪替以前 言明會 對我們高雄市的 所有原項的建設 常常會拿一些理由不配合 政黨輪替之後 行政院言明會的態度 並沒有改變 那麼 是不是我們行政院言明會的 工程處的處長 有問題 那麼建山里 竟然已經開過部落會議 行政院言明會的主管人員 包括主委 應該要立起 復建這座建國橋 主委 請答覆 這個進度 現在已經如何了 好 謝謝 副議長 謝謝 致馬本學議員 那我想我們跟議員一樣 我們希望我們 原鄉的建設能夠更便利 所以我們在去年 確實已經完成了整個建國橋的 評估報告 在去年的12月的時候 已經提送到中央 那中央 它有很多的一些修正的一些建議 所以在今年政黨輪替以後 我們在8月又重新把相關的意見 做一些調整以後 報到中央 那中央聯明會在 今年的11月28號 有回文 希望我們再做局部的調整 所以我們現在請我們顧問公司 做修正中 我想我們會和議員一樣 我們為我們的部落主任來爭取建國橋的興建 以上 謝謝 好請坐 那我是 我的感覺 雖然已經政黨輪替了 我們許多 中央部會的 承辦主管 想法沒有改變 那是我要建議我們的陳吉士長 有機會在中央黨部 或者是呢 跟總統 見面的時候 我是覺得中央部會的首長 已經政黨輪替了 思維沒有改變 那麼尤其是行政院 對人民會的工程處的處長 應該要反應行政院 假如 一直刁難我們高雄市 原鄉部落西渠的工程 應該就要做調整 那麼也會影響我們政黨的形象 也影響到我們中央政府的形象 中央部會 相關的人員 雖然政黨輪替了 思維沒有改變 對人民還是不利 所以 我要拜託我們的陳吉士長 有機會啊 要向行政院反映 這樣的行政院園會的工程處長 不配合我們高雄市地方建設的需求 不配合部落人權益的期望 就應該要調整 下一個議題 建山禮 那麼今天 建山禮的鄉親啊 我們下午兩點 要召開這個議題 也就是說 建山禮 為什麼會 偷偷摸摸的 被化為六歸的行政區啊 那是民國一百零三年的事情 我問除了 一百零三年 我們桃園鄉的鄉長 我們桃園鄉的秘書是誰 議員是誰 一百零三年 九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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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三年我印象中 當時的桃園鄉的鄉長是高秀琴 小女士 秘書是誰 秘書是誰 秘書是謝英雄 好 議員呢 九十三年 應該是謝垂耀先生 好請坐 九十三年 如火如火的 如火如土的 要規劃攬車計畫 道騰之 為了規劃的面積 我們原鄉的 原來行政區的土地面積啊 就化為六歸區 那麼受害者 就是我們建山梨的鄉親 那麼變成非地 變成桃園鄉行政區的非地 非鼠的非 地面的地 那麼圖案啊 剛好很像非鼠 很像地瓜 他的後遺症 我們比如說 人民會 中央的人民會 市政府的人民會 要試做濃度的水利率面 或者要申請相關的 福利的申請 就要到六歸區公所 辦理申請 非地 變成地瓜的圖案 中圍的保留地 都變成六歸區的 七公所的管轄行政區 非常非常的不方便 那麼所以我說 原鄉的政治人物 很常常是出賣原鄉土地的 造貨者 我們現在的區長 謝英雄七長 當時候就是秘書啊 難道你沒有看過公文 我們建山裡的 許多的土地面積 都已經化為六歸區 下一個地瓜 有的住戶 明明是在建山部落的住戶 但是他的土地面積的行政區 歸於六歸區公所 那麼我是認為 應該要回復在 九十三年以前 桃園鄉 目前的桃園區的行政區 歸於六歸區的土地面積 應該回歸到 我們桃園七公所的行政區 那麼這位 你對這個議案 你的看法是什麼 你有沒有在支持 我跟議員報告 雖然他是一個非地 但是他也是化為原住民保留地 那當然在族人的權利上 我們依法都可以來幫助他 那曾如議員所提 因為他是在六歸區 那中央有很多的一些地方建設 他們在相關的法令裡面 規範都是原住民主地區 所以他的權益 大概就是桃園的行政區裡面 才會受到一些公共工程的建設 那我想這部分 我們可能還要跟民政局在做討論 我想我支持議員的想法 就是說族人生活的領域 應該是要有連結性 而不是用一種片段片段切割 我想這個對族人 包括整個部落的發展 部落跟部落之間發展會有很大的影響 這我支持議員的想法 好 我要問我們的陳吉市長 是不是可以支持 在民國一民國九十三年 因為未來揽車計畫 那麼當時候的縣長 當時候的鄉長 當時候的秘書 偷偷摸摸的把我們原鄉 有一些土地化為六歸區 而建山裡的鄉親 他們希望回歸到九十三年以前 來歸屬我們桃園鄉的行政區的面積範圍 能夠回復到我們九十三年以前的行政區管轄 好 請市長答覆 市長答覆 謝謝議士坦大議員 我們來跟延民會討論 看具體上 如果說並沒有經過鄉親的同意 把建山裡若干土地化歸委會原住民區 這個部分 我們會跟法治局 延民會相關的基礎 我們來討論 怎麼樣來協助 尊重我們當地鄉親 在九十三年前 如果這個沒有經過一定的程序 透明公開 包括跟我們當地的鄉親 要尊重他們的意願等等 如果沒有這個程序沒有完成 那我們怎麼樣來協助 我先進行了解好不好 好 謝謝陳市長 下一個議題 業益飲水 真文水庫案 也就是說 真文水庫業益飲水的這個 大案件 破壞生態的大案件 自始至終 自始至終 我都曾經代表過地方民意 拿著陳情書 希望當時的中央 能夠尊重地方的意見 因為生態大浩劫 即將爆發 好 好 陳水扁總統 接到過我陳情書 反對業益飲水案 謝長廷院長 我也把反對業益飲水的案件 的陳情書 也曾經 呈給謝長廷院長 還有一個院長 蘇院長 我到行政院 也遞過 反對中文水庫 業益飲水的案件的陳情書 到了馬英九 馬英九在召開第一次 全國治水會議的時候 我跟吳錦發 包括平科大的教授 就是福利水 主張福利水的 這個用水的一個 新思維的看法 我們把陳情書 也遞給了馬英九 但是呢 業益水案 因為是五百億 花了兩百多億 我當時我的看法 認為 老農曦 跟男子仙虛 是我們高屏區 向母親的雙手 深入高屏區 讓我們高屏區的土地 具有豐富的水源 兩隻雙手被截斷 當然會流血 八八風災 一次摧毀 中文水庫 業益飲水的 不當的大工程案 所以我把它比照 是上帝 自然風洞典禮 但是呢 最近又聽到一些訊息 要復工 會有前照 前照就是辦說明會 南水集 打了好幾通的電話 要約我見面 我全部拒絕 因為前段時間 烟飲水的計劃案 被他們耍得團團轉 那麼最近啊 他們又到我們桃園區 辦說明會 那麼新英雄七宅 應該要好好的 跟我們相親說 NO 應該不要 我們三個旅遊 兩個旅長 不參與 他們的做檔會 我一直到現在 我的季節 跟南水集見面 已經是大災難的環境 中央為何 還要推動 中文水庫的業益飲水案 引起恐慌 上帝已經給你風洞了 為什麼還要違反上帝的旨意 自然環境 過度的大開發 就是大災難 那麼像李洪源 當時候的部長 他是學者專家 面對面溝通 我跟他在圓明台啊 對話了好幾次 每次他說 不會影響自然生態 那巴巴風在以後呢 生態大浩劫 那些當時候的學者專家 評審委員到哪裡去了 我到現在為止 我還是跟鄉親一起 包括 關心我們生態的立場 我還是堅決反對 中文水庫 業益飲水案 我要問水利局的局長 目前中央有沒有這樣的計畫 延續中文水庫 業益飲水的工程計畫 水利局的局長 請答路 來 局長答路 謝謝主席 謝謝伊斯坦大議員 那中文水庫業益飲水這個工程 當初在莫拉克風災前 他是完成了西隧道 那東隧道在整個莫拉克颱風過後 整個工程都已經造成那個現況 環境都已經有很大的改變 那隧道口也阻塞 那依照當初莫拉克颱風過後 南區水資源局必須要在那個區域 做長期的這個環境監測 還有變動的一個評估 所以這一次在那個南水局這一邊 他們是希望在地方召開說明會 然後做這一個相關的監測之前 取得地方的共識 那我想 是不是會啟動這一個那個 約翼淫水這一件工程 這個部分還是要由這個 南區水資源局自己依照專業去評估 那我想在104年3月 南區水資源局曾經在地方召開過說明會 那也有跟地方 那個說明這個工程如果要啟動 一定會讓地方民眾徹底了解 而且取得地方共識以後 才會那個啟動這一件工程 這是我知道目前的訊息 好請坐 我們希望這個中文水庫夜溢水案 讓它終結 它的這個隧道口 是完全啊 因為八八風災的土方 都篩爆了 好幾公里長的 這個 夜溢淫水的洞口 以及聖洞裡面呢 都是篩爆土方 既然 既然 上帝已經 讓他 讓他 舉辦了 八八風災 自然的 風洞典禮 結束了 我們中央新的政府 就不應該 再啟動 風洞典禮 再施工 這是我堅決主張反對 夜溢淫水案 重新啟動 我們希望高雄市政府 也要嚴守把關 再一個議題 我們都會區的 原住民市民朋友 也蠻多 高雄市都會區啊 將近也有兩萬多個 都會區的原住民 他們比較常常 遇到的困境 有幾項 勞資糾紛 就業市場 租屋補助 租屋修善 一般的福利申請 也包括我們都會區的 教育的議題 那麼未來 即將實施 主義的教學 教材的選擇 我要請問我們的教育局的局長 這個議題 應該如何落實 謝謝 機長答案 謝謝主席 謝謝伊斯坦那 賓亞夫議員 議員我們對這個議題都非常地關注 多次討論 現在教材基本上有兩個方向 一個是中央在編輯的 教育部也編 原民會也編 我們教育局也做同樣的教材 但是我們也編到幼兒園 也編到國中小 但是所有的老師 基本上都要通過足以認證 還要做過教學資源人選的 這個研習訓練 才能夠進到各校 現在在都會區的原住民人數 其實相當多 他們的學生數也超過了六千多人 所以在每個國小等等 有時候變得說 族群如果人數太少 然後要共聘老師 老師有交通問題要奔波等等 所以中央圓民會也開始了一個 叫做直播共學的計畫 我們今年有八個學校 申請直播共學 其實運用科技運用視訊 它其實是少語言的老師們 他就可以再一端 然後對很多學校的學生 我相信這個計畫相當不錯 那我們另外正在籌備一個 高雄市的原住民族教學的 一個資源中心 那會設在小港20國小 是一個整棟 我們繼續結合原民會的資源 那明年就可以完成 做所有的母語的教學 還有課程的研發 還有實驗教育推動 還有都會區原住民 對原民民族教育的 整個學習體驗 還有應對整體做規劃 好 謝謝 謝謝局長 那麼我們希望 那麼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我們社會區 其實能夠及時的協助 我想要以行動 關注我們都會區 原住民的權利 雖然很分散 角落都有 但是呢 我們都不可以放棄 我們都不可以放棄 在都會區 每一個原住民 應該有的 權利的服務 那麼我們希望 我也希望我們社會局 民政局 跟原民會 或警政單位啊 聯合關注 聯合關注原住民 都會區的 一些權利 因為畢竟是弱者 他的經濟收入 應該是屬於弱者 那麼勞工局啊 我覺得要 我要感謝勞工局 我接到過很多的 勞資糾紛的案件 因為勞工局 所有的同仁 都很積極 所以都能夠很順利 那麼再一個議題 我們的殯儀局 要特別留意這個問題 我們原鄉啊 有三地後備聯 這個是戒嚴時期的產物 那麼戒嚴三十年了 三地後備聯還存在 這些幹部啊 沒有功能 一到救災 平常啊 喝酒 我認為 這個三地後備聯 應該要廢除了 每次選舉 這個三地後備聯啊 就是成為了 某政黨 選舉的工具 編劑局局長 能不能向國防部 反映本系的意見 原鄉的三地後備聯 是座員 是座員時期 已經將近三十年的產物 應該主張廢除 來編劑局局長 來 編劑局長 來 劑局長 來 劑局長 來 劑局長 所看到的議題 向蔡英文總統報告 我 我是歷史系畢業的 我是擔任過國中的老師 歷史科的老師 我滿清楚 台灣歷史的變化 包括民主發展的變化 台灣的任何角落 都要轉型正義 包括嚴重民主的議題 也希望高雄市政府 將來在我們需要 市政府幫忙解決 嚴重民主轉型正義的 一些議題上 能夠多支持 我知道 我們陳舉市長 對於台灣的民主貢獻 非常的大 我認識的陳舉市長 這個是市長 自我介紹的一個資料 我們市長 我們市長 生意台北縣 羅東區 三星鄉 世界新聞專科 學校畢業 國立中山大學 公共事務所做事 成為美麗島民主事件 我用民主事件 來論述 而不是政治犯 是民主事件的政治人物 承認第二屆的國大代表 台北市的社會局局局局長 香港的新界 劳委会的主委 第十三届代理民进党的主席 三届高雄市的市长 1979年 担任美丽岛杂志社编辑委员 37年前 美丽岛的民主事件被判死刑 人生等于死 美丽岛的民主事件 一方要请我们的市长 陈局市长写遗书 那么陈局市长当时的遗书 是这样写的 唯一牵挂的是 台湾的未来 遗书是写给台湾人的 那么美丽岛民主事件 37周年了 市长对台湾 今日的成就感到观望 所以我真的佩服我们陈局市长 那么我也鼓励我们的陈局市长 秉持 原有的精神意志 高雄市政 延续服务热忱 来转型 高雄市 未来的宴景 那么最后几分钟 我要让陈局市长 发表他对于市政 包括我们未来国家的 一个进步的期望 请市长发表你的看法 谢谢市长 来市长请 谢谢主席 谢谢伊斯坦大议员 我从小在我的故乡 宜然三星 我是跟泰雅族的原住民 一起长大 所以我想我在我从小的认知 对原住民 我们都有融合的情感 所以这样也会对于 我未来生命成长的经验 对原住民的关怀 所以我们一直在 民主发展的过程之中 我想跟包括现在的教育局 换训力局长 我们都参与台湾的原住民运动 我们是比原住民 更原住民的热重 争取原住民的尊严 跟平等 跟原住民的权益 那当然 台湾民主发展的过程之中 有很多的过程 那很多的过程 我从1968年开始 台湾重大的历史事件 我都参与 包括1979年美丽岛事件 我因为这样坐牢 从一个社会运动 包括未来后来 因为陈水平总统当选 台北市长 我从体制外走进 体制内 我们深刻地体会到 如果一个理想 能够实践才是理想 理想的实践 是有很多漫长的过程 当然如果空谈 我们讨论很多高度的理想 在我年轻的时候 当然有很多的时候 我们都是一千度 一千分的理想 但是在落实理想的过程 就有很多艰难的过程 但是我们知道 理想很难一步到位 都必须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地完成 正因为这样 所以今天我担任高雄市长 高雄的市政多辱牛毛 好多各区不同的问题 当然如果我是一个社会学家 我当然有责任要解决贫富 如果我是一个对未来 只是有高度的理想 我当然继续可以谈 很多好的理想 不必实践 但如果今天我要实践 就是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就是我的选择 所以今天我不能讨好 兼顾所有的人 所以我在市政的今天 我在高雄市长的任期 剩下最后两年 最后两年我也在评估 我到底很多困难的市政 我要不要做 我也觉得说如果不做 当然仰望就好 我就三年三屆都结束了 我也不在选局 但是如果今天 我们会觉得担任高雄市长 是一个责任 那有很多很艰难 很困难 历任四十年八任的市长 都不愿意去完成的 我要不要去承担 那我的幕僚之间也成两种意见 一个说要 一个说最好不要 但是最后我们的共识 就是要承担 因为这是我们 唯一能够改变高雄 我们执政的一天 这是我们的机会 所以很多艰难困难的 我想今天我们的团队 都愿意去做 虽然我遍体鳞伤 我被羞辱 那哄交代 我都囤论 那我愿意 我要表达的就是说 实践理想的过程 非常的艰难 那人生 因为美丽岛事件 是唯一死刑的审判 那对我们来讲 我们都死过一次 所有后来的生命 都是人生都是多出来的 所以我想我们没有什么意见 所以我只是今天 伊斯坦大议员在讨论 我对于台湾民主的启息 我希望台湾更自由民主公道 但是我希望台湾是一个理性的社会 经由那么多的阶段 现在很多问题可以理性的讨论 我也不希望台湾长期陷入 整个南历之间无谓的抗争 这个都是内耗浪费 我认为现在大家可以理性的讨论 我们希望台湾的自由民主 台湾能够非常有尊严 那我想蔡英文总统 现阶段主张维持台湾的现状 台湾根据中华民国的宪法 台湾现阶段能够在国际之间 能够继续以自由民主的国家 有更多的参与 我想这个都是我们所期待 所以我谢谢伊斯坦大议员 给我这样的机会 民主是很艰难 执政也是非常艰难 那执政如果严厉承担 必须要承受很多的羞辱 很多的一个扭曲 那我想我们都必须要 非常大的一个 自己要有自我的一个调整 要不然这一条路真的很辛苦 那我谢谢伊斯坦大议员 为原住民长期的努力 谢谢 好 执政完毕 休息十分钟